反之的话就220 那另外的话按一下那个按钮计算的话 这边有相关的公式 那公式的话我想各位稍微参考一下那个说明里面 比如说安培数 它怎么样转换成这个这个里面要的公式 比如说瓦的话一度电是1000瓦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个台电的网站有公告 然后呢时间再乘以什么呢 乘以它的M的话 也就是说它的安培数几小时 那这个M是什么 再把它乘上了 它的那个看一下这个界面上面 还有每天使用几个小时 把它乘上来就是一个最后的结果了 OK那程式的部分呢 我想这边都有可以给各位参考 还有多国语系 这个是102题 那还有另外一个110题的话 是那个110题的话是 就是就是大概是这样了 输入账号跟密码 再次输入密码 然后两个比对一下 如果比对一样的话 就跳出Alern Dialog 还记得吧 Alern Dialog 就是那个对话视窗 有没有 那表示两个一样的话就是一样 反之的话就不一样 这个地方的话大概是这样 那我想因为六次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的短 才18个小时 那我顶多是帮各位开个头 那往后如果你们遇到问题的话 当然可以Google一下 应该可以找到我 因为有同学也加我FB 也很容易找到我 应该很 那我想这部分的话 将来有问题的话 再可以再跟我联络 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 各位朋友